雖然外界對平壤宣稱的潛水艇彈道導彈發射試驗獲得成功表示懷疑 但日本和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一樣 對平壤一心一意通過對外威脅和挑釁去突出存在感的做法表示擔憂和警惕 在星期一,日本政府內閣發言人亦是官房長官菅義偉對記者說 菅義偉說平壤的造反構成真正威脅 他認為日本自衛隊以及有關的美國人員合作 日夜防禦北韓的導彈極為重要 菅義偉說不知道北韓會在甚麼情況下發射導彈 同時在首爾,南韓國防部也對平壤的最新挑釁表示關注 南韓國防部發言人文尚君說 就好像他之前所說,南韓軍方得出的評估是 北韓進行的水下導彈發射在最初飛行階段取得了一些技術進步 此外還有幾個領域的技術需要改進 所以南韓預計這種潛艇導彈要經過一段時間才可以部署 在星期一,北京一如既往對平壤的最新挑釁行為作出了操持含糊的反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 關於北韓大道導彈問題,案例會決議已經有了明確規定 中國希望所有各方能夠設實地遵守案例會決議 避免採取導致局勢準將再一部升級的舉動 平壤繼日通過核試驗和導彈試驗對外發出威脅和挑釁 外利會因此加強了對北韓的制裁措施 平壤外交部長最近又對外放出了一種有條件的和解姿態 表示假如美國和南韓停止聯合軍事演習 北韓可以停止核試 南韓政府表示對這個姿態不感興趣 南韓同一部發言人鄭俊熙說 在進行第四次核試之後 北韓面臨來自國際社會的強大制裁 南韓認為平壤外長的說法 意圖是將制裁北韓的責任轉嫁給首爾和華盛頓 並且以此去破解未來有關對北韓制裁的討論 平壤在過去亦多次做出過類似的取消制裁 提供經濟援助換取它停止研發核武器和導彈的提議 但後來無一例外地踐踏了它之前的承諾 美國之音電視報導